或者是汉人对于原住民的认知 甚至是不只是不足 甚至是有到了无知的这个程度 难得没有戴上招牌眼镜 民进党副秘书长杨毅珊宣誓要消除社会对原住民族的误解 因此将举办市集 而这也可能是他在党中央的最后一个任务 台美关系 大家常常讲说地史上面很好的时刻 但是我想最好的时刻还没有到来 这是我自己的说法 就是说我们都要期待 昨天比今天更好 这是一定的期许 所以我也没有特别的政治上面的意涵 对台美关系很有想法 杨毅珊才刚带领民进党外交赔力访团 结束十天访美行 过去他自己曾在澳洲英国留学 回国后毛遂自荐到民进党实习 当时的国际部主任萧美琴 陆续派他到菲律宾等地担任专员 可说是萧美琴一手调教的外交人才 不只是林家龙的子弟兵 也深受赖清德信赖 总统府最新人事令 杨毅珊将接任驻美公使 大使就是最高的领导 所以我们一定是配合大使的智慧 接下来的都是程序 那应该是配合所有的作业 而原驻美公使郑荣俊 外交资历丰富将接任驻丹麦大使 驻日大使谢长廷日前PO出打包罩 如今总统已准退职 预计7日中午搭机返国 空出的驻日大使 传出将由考试院前副院长李毅阳出任 政府外交人士颁封 迎接国际新局 近期连续参与采访报道